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Digitized的Jeffrey 欢迎收看共建永续地球能源管理打造一流减碳企业 线上研讨会 全球能源减碳的趋势看涨 减能源减碳逐渐以碳足迹为指标 在台湾制造业高度依赖水电能力资源 ICT产业更是台湾最耗能的产业 今天的研讨会将由能源管理领导厂商鸿格科技 从电力管理的方案跟案例 剖析现态一流减碳企业如何完美布局ESG 我们将提供精确的能源消耗与使用数据 如何在管理上达到效能的最大使用效益 同时也邀请工研院一同针对国际企业碳排放的状况来做探讨 今天的内容非常的精彩丰富 邀请您看到最后并且填写问卷 只要填写问卷的来宾 我们都会获得30点的Lightpoint问卷力 如果在课程的中间 您有任何问题 请在右边的对话框都可以提出您的问题 我们在线上都有专人及时回答您的问题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要谈的是 要共建永续地球如何打造一流的ESG企业 那这一节呢我们先欢迎我们宏格科技 郑述发副总经理 我们欢迎发哥 大家好我是宏格科技郑述发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由宏格科技来讲这个主题 建构一个永续的地球 如何用能源管理来打造一流的ESG企业 OK那发哥呢我们首先要请您谈一谈就是说 要建造一个永续而且一流的ESG企业 您会看企业该注意哪些面向 我想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大概有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永续企业如何来布局ESG 那我们一定会问说 为什么企业开始重视ESG如何来永续 我想不外就是因为全球气候的变迁 以及极端气候变成常态 那海平面上升等等现象 那第二个是因为企业重新思考 我们在营收成长的时候 我们也要如何来保护地球 达到永续经营的目的 第三个是所谓的企业生意 企业责任大型的企业 开始揭露ESG的相关信息 ESG数据不只是一个静态的分数 更是动态的展现 一个企业要揭露的不只是过去的财务的绩效 更要以ESG的目标达到永续的经营 那我想这边简单的介绍一下 什么是ESG 什么是CSR 什么是SDGS ESG我想这三个大家已经耳熟能讲 一就是所谓的环境 S就是社会 那第三个是G就是管理 那CSR就是所谓企业对社会的责任担当 我想这个 CSR就是以企业为本体 我们要照顾到的不只是我们的供应链 我们的小股东 还有我们的员工 这就是 所有的企业所应该要去注意的 那有别于SDGS 那这个就是在2030年为了永续发展的目标 是一个全球性的 那刚刚所谓的CSR是以企业为本体 企业是以世界上各个的组成 那最后才能达到SDGS发展的目标 那我们刚刚看到ESG或是SDGS这些很重要的指标跟概念 那我想请你发跟您来说 那能源数据这件事情 对于发展一流的ESG企业来说 它代表什么样的角色 我想能源是大家最重要的课题 那我首先让大家看一下 所谓的世界汽油的价格 现在我这边列一份简单的表 可以从当中看起来 台湾的油价相当的便宜 算在中低价位 在临近东南亚的国家里面 我们大概是 就一块钱 那比我们低的就马来西亚 因为它有产油 那其他国家比我们贵 那美国大概是两块多 那欧洲是比较贵的 那是汽油价格相当贵 那今年大家也知道 油价已经突破 每一桶突破110 那再来是电 油电就是能源的最重要 那台湾 电力的品质相当可靠 那相对从这张图表 大家也可以看到 从台电公布的 台湾的平均油价 也是只有两块多 那当然这当中 还有分成是一般的宿宅的 用电或是工业用电 那台湾不管是在住宅用电 或是工业用电部分 都相对于东南亚国家 我们都是低的 低于中国 低于所谓南韩 或其他国家 那可以看到 这当中 事实上美国也不会太贵 美国的工业用电 因为它也算是便宜的 这边看到的是住宅用电的电价 台湾也是低的 这是工业用电的电价 这是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台湾的环境 跟台湾的企业 其实算说相对 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 我们算是环境比较好 但是我们 因为制造业 毕竟是不断的扩张 永续的发展 那面对这样ESG的趋势 像发哥您看来说 卖向节能高效的工厂的话 我们的制造业们的 这些市场上的一些朋友们 那该怎样去关注这个议题 是的 我想刚刚提到 所谓的油电 就是能源 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一些传统的工厂 它应该来面对这样的事情 要怎么迈向节能高效的工厂 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从这张画面 大家这是我等下要讲的案例之一 从左上角 它一个非常传统的工业 它是一个电线电染业 你看就是非常粗 粗糙 可能三四年前 或是四五十年前开始 它慢慢的转型 到右上角 它变成一个很有大型的企业 那当中我们也有很多的状况 它从过去的开机状况不明 然后什么让我们去导入我们 宏格科技提供的取决方案之后 它得到了一些很好的改善 那我想我们这些传统业者 应该关注哪些面向的改革 我想所有的生产者或是企业 它为了不外是要赚钱来养 养所有的员工 所以它提高生产力是 它努力的目标 降低成本 减少库存 这样才能让公司的获利来提高 再来是为了达到客户的满意度 所以它要缩短 从订单到交货的时间 那第四个就是我们今天也有提到的 我们要从节能减碳的碳足迹的角度来看 我们如果当地球的一个好分子 我们就应该要来节能 那过去这些传统产业 它所面临困境 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五大的重点 第一个它可能原物料的成本掌控不易 因为它过去是以车来傍重 或是因为它人工的 这些所有的生产设备 都是用人工来监控 那所有的机台 可能说单机作业 它没有连网功能 那所有产生的数据 要由人来抄写 再挡到电脑 这是当中有很多的步骤 那最重要的是 有些机台停机的原因不明 或是其他的保养不良的原因 会造成生产效率的不佳 那这样的面对这样的困难 那我们聚焦的方向就是要提高驾动力 或是再来是品质的及时监控 让我们的所有的产品资讯 可以完整的塑留 所谓的生产履率 那颜料成本的管控 那很重要的一点 这些老的企业 他们最怕的就是这些老事物走了走不来 所以我们要加速经验的传承 那这个整个来看 我们刚讲要高效 那以一般工厂所谓的OEE 所谓的APQ 那我这边看得到了 第一个你要把所有的东西 你要怎么去做 你要把数据要数位化 再把数据可视化 控制要其实化 这三个 比如说驾动力方面 它的停机运转 或是转换 你怎么来提高 再来所有的产量怎么提高 所以你要减少人力 或是你的供单要更明确 不会出错 那品质呢 那就是靠你的很好的检测系统来达到 这鸿河的解决方案 有关于停机 我们有三测灯 有电流分析 还有跟PLC的通讯的解决方案 那产量的部分 我们有制程配方的管控 有优化 还有机材故障原因的分析 还有如何简化 你的人力调度的问题 让它起始来管控 那品质的好爱 我们有提供一个起始的监测系统 所谓的ZAM100 我们把量测到的数据 即使传到资料库 把它记录起来 减少人工登陆的错误 好的 其实我们从发哥的介绍里面可以看到说 制造业要面对的这么多的问题 尤其这两三年内就是 ESG突然变得很重要很重要的议题 我们感觉疫情之后的企业 都该注意这个问题 只是大家在找解决方案上 其实不容易去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要请发哥来聊聊说 就为一个数据采集专家的红格科技 怎么样去帮助客户 然后您有什么样的案例跟故事 可以分享给我们 是的 我们刚刚讲了 有很多红格的解决方案 那我们就来看 我们如何把这个案例用在 这样的工厂上面 第一个 就为我刚刚讲的 就是一个电线电缆链 透过我们帮它生产线上 我们加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有红格科技的基连网的解决方案 还有GETA的系统 那最后有所谓的数位的站景板 那前面我们把原来的数据 产生不同的 比如说有生产的状态表 机台的停一记录 还有ARAM及时告知 最后传到所有的后台的资料库 我们有班北的管控 这次看到了 这是我们红格的这样的解决方案 架构在现场的产品的配置图 那下端是我们有电表 或是一些量测的模组 那中间有通讯层 再来有控制器 它透过Wi-Fi 再传到SKEDA 到后台的资料库 这样的配置 那这是品质的量测系统 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即时有一个脚踏板 因为人只有两只手 当你要量测一些数据的时候 你双手一手拿着物件 一手拿着这个量测仪器 那怎么来确认你量测的数据 我们可以用脚踩 或是手点选 那我们有PDA的这样的系统 可以达到了品质的即时量测系统 那以这个案例来讲 它最后产生了专案成效 它的生产流程 它的驾动率提升有20% 那第二个人员登档的错误时间 可以减少10% 那用AI修正参数来管控 我们这样的配方 它的生产的速度 可以有9个层的提升 那最后我们因为有加入机台 预防预情的时间 我们可以降低整个生产线异常当碳的时间 那最后我们建构这样的平台 不只用在它本身这个工厂 还可以用它整个集团的企业 可以去用 那第二个案例 这是已经有好几年 这是一个泰国的工厂 那也是台商过去的 它是一个中油的挤压制造的工厂 它很简单的 那就是一台炸油漆 它提供原料 就是中铝的人 这个来这样挤压 就可以得到这个中铝 非常简单 那它过去面临的问题 就是因为路料不均 还有机台保养不够准确 那再来 它想要怎么来提升这个效能 那过去它们想到的方法 不外是多派人 或是说 是不是可以把整个生产线 整个重练 我想就是成本比较高的 那遇到我们现场去跟他建议 我们透过宏可提供的智慧电表 即使去监测这个所有的压炸油机 它的高低中 这样的负载情况 可以及时来管控它 那过去 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曾经有这个人员随便写说 这台有开机 没有开机 吉田开机 但是用我们的数据都可以及时把它找到 那以这个案例来讲 它最后达到的成果 它的生产效率提升28% 这个是已经后来才会知道 这也超出我们当初的预期 所以它后来就希望我们公司再帮它建制更多的产线 来达到这样的效果 其实我们看以上这样的介绍 你一定说为什么需要宏可 宏可科技事实上我们是有强大的产品线 那我们也是一个service的provider 那我们也是所有的total solution的provider 那重要的是到暗场的时候 以智慧工厂来讲 我们是一个IG与OT的一个桥梁 这样的瓶颈我们宏可可以来打破它 那我们来看看宏可有多大的长大的产品线 我们有feoside的不同的模组量测控制 那我们在控制层里面 我们有加通讯或是我们有不同的PAC 那上位端我们有更多的软体 我们有云端的软体 或是一些及时告警的软体都可以来采用 那以total solution来看 我们在不同的行业 看到你看我们有电力的解决方案 或是一些空调HVAC的这样的方案 那我们的设备监测 我们可以来做一些震动 那以环境来讲 我们可以做空气品质 或是温湿度的监控 一些休闲区域的比如说不离子的监控 我们都可以达到 那以一些智慧工厂里面一定要用到 基联网的三色灯控的解决方案 我们都有 那以下是有跟宏可合作过的一些大的厂商了 那因为我们有提供有更多的component 就我就不一一细讲 大家可以来参考 那为什么要找宏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们在igot事实上是最难去媒合的 那宏可因为本身是一个component的provider 也是一个solution的provider 那我们更有很多的knowledge有关于这样的顾问 所以我们是一个系统整合者的角色 扮演了相当的称职 所以我们可以把igot综合在一起 好的那我们谢谢发哥 那其实从这一节发哥所谈的重点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制造业在面对要达到一流的一个时需企业的时候 通常会面对上原物料跟设备的监控跟管理的问题 那有时候可能还会遇到机台停机原因的不明 那其实宏可提出的solution其实是以提升驾动 然后原物料的成本的控管跟经验的传承这几个重点 去辅导或是去服务我们的客户 那其实发哥也提到说 我们要注意OEE跟APQ这样的趋势 跟里面的一些内涵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从案例中提到 不管是宏可科技的几个客户 其实比如说泰国棕榈挤压这个案例中 其实驾动率跟生产效率的成长跟监控能源的一个成效都非常非常的显著 尤其宏可科技提供完整的solution 那在OT跟IT的结合跟对接上 其实一直是这几年宏可科技在提出很多的solution 服务到很多的客户都可以解决到这方面的问题 那这方面发哥今天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经验的传承跟他的一些看法 那我们也谢谢发哥 谢谢大家